第二试题,一颗球在水平桌面上滚动,速率逐渐变慢而停止 小明说,无论球多快,最后都会停止,因为球有静止的惯性 小华说,球无会停止,是因为球受到的摩擦力克服了运动惯性 请问两人的说法何者正确 小明说是有所谓的静止的惯性,这是错的 牛顿低运动力的惯性定律师说 静者横静,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条件是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情况之下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静止的惯性 小明说的是错的 而我们会从有速率而变成没有速率 表示速度有改变 那表示我们有受到一个外力作用 那在这里面当然就应该是所谓的摩擦阻力 而使它能够停下来 所以小华说的是对的 因此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请问两人的说法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小华